新任交通部長陳建宇今天走馬上任 當前最大課題就是要解決高鐵破產問題 並且確討營運不中斷 不過前任交通部長葉匡時 卻沒有出現在交接典禮 也讓外界非常驚訝 新任交通部長陳建宇接下職位 也接下了前任部長葉匡時 任內留下的大考驗 包含桃園航空城 大陸新航線等 其中高鐵問題最大 要確保營運正常還有接管準備 都是當務之急 青上任交通部長陳建宇列出三大要務 第一個就是高鐵 雖然民間獎餐條例修正案 立法院還沒通過 但至少要備妥各項計畫 海峽中線新航路 也要向大陸要求再往西移 航空城則是要繼續 和桃園市府溝通 陳建宇一上任 也跟同仁喊話 強調民意第一 高鐵問題讓老部長轉身離開前任部長葉匡時辭職回徽衣秀沒有現身新部長的交接 外傳他將在新年過後重回中山大學任教 希望能遠離台北政壇的紛紛擾擾 UDN TV 陳俊 葉宇嘉妮 台北報導